明确而实际的界限可以帮助孩子学习 何时该说可以,何时该说不可以 并培养责任感,自我控制力和独立自主的品格 中国信徒步道会与重新开始家庭施工 将于4月4号到5月9号的每个星期二 每夕时间晚上7点半到9点 举办为孩子立界限,共6堂免费家长课堂 课程将帮助父母学习如何实践为孩子立界限的五个法则 因果率、责任率、能力率、尊重率和动机率 报名请扫描屏幕上二维码 课程代码为SP402 更多详情请上网ccmgospelcenter.org查询 北加州樱花节是庆祝樱花盛开春天到来的节日 活动以日本文化的色彩和优雅为特色 游客可以享用最好的日本料理 动手做各种宣纸工艺品 以及欣赏最引人入胜的传统日本大鼓表演和大游行 活动将于4月8到9号和15到16号的两个周末 上午11点到下午6点 在旧金山日本城Japan Center Garage 1620 Geary Boulevard举行 活动详情与节目时间表请上官网 www.sfcherryblossom.org查询 您有心理纠结、压力、情绪起伏、关系破裂、心灵伤痛 以及各样困难不知所措或不知道可以找谁或如何起齿的经历吗? 您可以来互加支持小组 将难以启齿的心事在安全的环境中倾诉出来 得安慰、得释放 让我们来认识自己、走出困境 建立出健康人际关系和有意义的人生 4月份网上支持小组时间是在4月11号 星期二每夕时间晚上7点到9点 报名请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或上网 femrebuild.org sfbayarea 4月份网上支持小组 也可以打电话510-790-3366查询 同时段为男士们准备了身事专组 也欢迎男士们报名 美华慈心关怀联盟名师论坛系列讲座 探讨生命末期什么最重要 以不同的角度凝望生命末期的身心灵整体需求 进而探讨生命的品质、价值和意义 4月份讲座将于4月12号星期三 每夕时间下午4点半到6点进行 邀请曾任生命和灵凉堂、金色年华、老人事工负责人 张群斌牧师来分享基督教的生死观与灵终关怀 报名请扫描屏幕上二维码 或届时直接登入视讯Zoom ID 885-1464-5256 Passcode是2005收看 更多详情请上官网 www.caccc-usa.org查询 美国影音使团与创世电视 将于4月30号星期日 在Redwood City 2215 Broadway的Fox Theatre 举办两场I Plan B电影首映会 这部电影荣获多项电影大奖 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而成 一个关于爱与希望的故事 电影故事的本尊李显华夫妇也将来到现场 与大家分享他们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 门票免费凭电子票入场 坐满为止不接受预留座位 请您尽早取票并邀请朋友一同参加 取票及更多详情 请扫描屏幕上二维码 或上网 tmea.us loveisplanb查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